什么紫薇命格的女人 从来不怕空虚寂寞 好来 我们看一下命盘 其实女人会怕空虚寂寞 主要还是因为 没有寄托 老师 其实男人女人都一样 比较不一样 因为女人受到传统的束缚 因为古时候的女生 因为没有办法独立 她一定要靠男人 所以导致她必须把爱情 看成是全部 如果没有爱情 她是不是就觉得空虚寂寞 身边就没有人 但是因为现代的人 男生女生都可以独立 经济都可以独立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改变这个观念 就是你怎么样去培养 让你自己有重心 有寄托 而且不要把爱情看作是全部 是很重要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从紫薇斗树来讲 有三颗所谓的孤心 孤独的孤 孤克之心 来 我们看 第一颗就叫七上一 你看七上 我们运风就是七上 对不对 对 可是我是男生还好吧 你是女人 你是男生 我今天是女生 你今天当女生好了 好 你想想看 七上的男生多好 对 对不对 可是七上的女生 在男尊女卑的时代 是不是就很惨了 对啊 这就是差别嘛 对 女生匹配给我 我真的是有点夸张 所以我们讲 七上一旦觉得 我今天如果要跟男生在一起 我必须要委屈自我 我必须要配合他 从七上的角度 他怎么会快乐 对 所以这时候他能够去转念 断舍离的话 我一个人 我反而可以追求 我自己想要的 有什么不对 所以这就是七上被称为 孤心的原因所在 可是我们讲 在古时候 女生就没有办法 因为女生里面有 经济独立的能力 所以以前会认为 女生不适合七上 适合的话会克服 原因就在这里 可是现在不尽然 他完全可以说 我一个人在 我很开心 所以从孤心的角度出发 七上现代的人 他反而不追求婚姻 他反而更快乐 再来第二个是 吴曲 他也会被称为孤心 为什么 因为吴曲是所谓的 大将之星 又是所谓的财心 所以今天从女生的角度 出发来讲 他没有把爱情看作是全部 人生有更重要 更有意义的事是什么 我可以去追求更有钱 有钱就有支配别人的能力 所以各位想 金钱游戏 其实是在谈支配的能力 我如果没钱 我要跟你伸手 我是不是要听你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 以前的女生 七煞跟吴曲 就会觉得很痛苦 现在不是了 我有钱我可以换我来支配男生 所以他不会把爱情看作是全部 注意 如果你把爱情看作是全部 很惨 我们看到很多女生 在爱情里面 追求三番两次的失败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对爱情的要求 正常人满足不了 只有骗子满足得了 他对爱情的要求 正常人没有 有道理 所以他永远会碰到骗子 然后他又爱看什么 东京爱情故事 什么北海道之恋 你讲了都很久了 你为什么不讲101求婚 就是说这些 这些连续剧 都有进到他的 对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就说穷瑶看太多 也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你把爱情想得太美好 要求得太高 只有骗子满足得了你 你当然永远会碰到骗子 对不对 所以现代人一定要醒过来 知道 不管男生女生 你一定都会知道 成熟的男女关系 既要谈钱又要谈爱 只谈爱的 那个不谈钱的 一定都有问题 但只谈钱不谈爱 大家就觉得这不是爱情 所以成熟的男女 都要认识这一点才行 你看我们刚刚讲 五曲 爱情不是一切 钱可能比爱情更重要的多了 从现实来讲 这个听起来很现实 可是这是真正的人生 对 好 所以注意刚刚讲到的 如果你的爱情观 正常人满足不了你 你就永远会碰到骗子 好 牢记在心 再来第一个是太阴 我男朋友没关系 你男朋友没关系 我们今天两个男朋友都没关系 没关系 对 没错 高仁和警官是太阴做命 天机 天机太阴 你看的 很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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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小白兔 你小白兔 对 可是女生跟他小白兔 跟人相处的话 他就失去自我了 一旦失去自我 他会不会觉得 那我一个人 我可以追求我自己反而更好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 现代的女生是幸福的 以前的女生 就像那种我们讲 支腾 你一定要去攀在一个大树之下 否则你就没有办法独立 就是说人家说后宫甄嬛传 为什么要咬成这样子 撕成这样子 他没有办法 他只有靠那个机会 他一定要生一个小孩 否则他就没有未来 你看那皇帝一死了之后 他们有多惨 对不对 可是现代的人不一样 所以这三颗 以前称为孤星 在现代而言 反而都是什么 独立自主的女强人的特质 所以没有坏处 大家不要害怕孤独 越认识自己的人 越会享受孤独 加油咯 老师 那多问一个 那种男生 我们看这种社会案件 那种男生一谈了恋爱 就给人家咕咕笛 咕咕笛 都不放手这种 像刚刚那个 对 那是什么 男生有太多需要 去证明自己的 所以这就两个 完全不同的特质 所以你看 以前有一部片叫 《大开眼界》 不知道各位没记得这一片 汤姆克鲁斯跟他老婆 当年两个人演的 他里面讲的一部 角度就是什么 他说男生 在性的前面 眼睛 其实他就睁开 专门一直在找女生 可是女生不是 女生在爱的前面 眼睛会闭起来 我在享受爱的过程 我就不在乎了 所以他就讲男生跟女生 在追求爱情的方法 是完全不一样 男生就是 几乎都在为了证明自己 充满了男性荷尔蒙 所以增幅越多越好 这是从男性的本质角度出发 跟女生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在讲 把这些认清楚的话 你就更不会 受到这些错误的观念 所影响 你刚刚讲那些爱情故事 各种各样的 其实都一直在 歌颂爱情有多伟大 不 问律师就知道 对了 爱情到了最后 往往不是到律师 就是到酸民室这儿 这个社会新闻 听过师生恋 听过什么这个恋 听过那个恋 对不对 没有听过高大哥 说有一个已婚妇女 她就英雄是家政雄 她就去坐公车 公车坐着坐着 跟那个书记这样 跟公车司机 对 也可以 对 也可以相恋 因为 在台北市 有些郊区地方的公车 是小型的 那很闲 小巴那种 对 这个女生她是 有固定的一个下班时间 所以她要上公车的时候 这个女生已经结婚生子了 但她要从 我们郊区要下来的时候 几乎就是有她一个人 跟公车司机两个人 而且有那种温馨接送情 又有安全感 又有那种 对 那这个女性主角姓蔡 长时间相处之后 就会聊到家里的事情 甚至于聊到进一步 两个人会进化变成谈感情 谈感情之后 这个公车司机真的跟这个女生在一起 公车司机结婚了没 没有 您几岁 女生结婚 公车司机三十几岁 那女生已经四十来岁左右 差不多 你别讲 如果没有法律问题 这一段还真的蛮浪漫的 对 是不是 相处久了一段时间 他们就是常常公车司机 或者是那个女生 没有上班的时候 他就会开着车到中南部 去约会 去旅游 开那个巴士 公司 他没上班 开自己的车 自己的车 你不想烦恼你的车 女生嫁人了之后 心里总是觉得愧对老公小孩 然后在台中就跟他说 我们这段感情结束吧 不要再让它发展下去 是 那公车司机就非常不明理 就把他打一顿 蜿蜂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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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就把他和女人揍一顿 那女生就怕了 山上也不肯上班了 就是不肯上班之后 公车司机 这个姓卸着公车司机 进一步就恐吓这个女生 你不给他甩 你不跟我出来谈清楚 你给我试试看 再进一步打电话 直接打什么 打给他老公 靠个人 他打给他老公 跟他讲说 我不找你 我找谁 我就是要找你 你给我出来 你不出来我就去某某国小读你的小孩 看我那老公 那老公也故意了 也年代了小孩被影响到 老婆就得了忧郁症 就想不开会 想不开想有亲生的念头 这个老公变成了 短暂丧失失忆症 最后会吓到了 这个老公的岳母 就是这个女生 出轨这个女生的妈妈 出面来协调的时候 这个公车司机还恐吓他妈妈 你如果插进来 我在你最近打 太太跟老公 后面当然就离婚了 这个老公也坚持不下来 那太太也离婚了 跟这个司机提出告诉 就是恐吓 性侵 还有那个伤害 那结果其实法官判得很轻 法官就判陪了 就说这个司机判 有期徒刑几个月这样而已 然后要赔这个老公 几十万 三十万 赔这个妈妈十万块 赔那个女生四十万 这个司机两手一天不败 要几岳来几岳 所以我们以前讲一句话 那个法不入家门 那所以我们也无能为力 很多警察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也无能为力 没有办法对这个司机 进行任何的处罚 所以 老婆现在互别糕了 糕了像我这样出事就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